你好,欢迎收看5月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花莲县政府今天举行的5月份升旗典礼 县长徐军为亲自主持 典礼当中也表扬了县府业务达人及元末团队 徐县长他感谢县府团队不断的精进 也鼓励同仁与时俱进 透过新兴科技辅助工作 让县政推众可以更加的有效率 县长徐军为亲自主持 县长徐军为亲自主持典礼当中也表扬了县府业务达人及元末团队 目的是希望同仁们能够发现在团队当中有很多默默耕耘的努力 也因此要彰显每一位工作岗位的重要性 因应科技之心悦意 县政委员特别创设书会让同仁们学习 县长徐军为鼓励同仁们不要惧怕科技知识带来的改变 而是透过不断的学习亲自 让新科技成为县政推动下更加效率的助力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坚守自己的岗位 永往直前不断的精进 无论是人事处行研处开了非常多的赔利的课程 或者是做工作方或者是做读书会 如果大家愿意参加大家都可以报名 行研处发起了这个ChapGPT的读书会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害怕OpenAI以后 很多很多的工作会被电脑给这个AI给抢走 不要惧怕 这是时势所需 但是我们如何去用OpenAI 我们如何去善用 我想这就是关键 努力的学习让我们成为精英团队 而各位兄弟姐妹 很多我们都是爸爸妈妈 我们的学习也会让孩子敬略我们爸爸妈妈 虽然我们在工作岗位上 虽然我们是公务员 但是我们依旧不乱的充实自己 身教重于严教 我想善用科技是现在的所需 也是未来的趋势 不要惧怕 各位兄弟姐妹 勇往直前 花莲县政府是一个进步的团队 花莲县政府是勇于承担 勇于勇往直前 大步向前的团队 所以我们看一下一起努力 所有荣耀都是来自于每一个书弟姐妹 而每一个人的智慧 你要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我们这边有这么多 都是经过国家考试 这个载门进到了公务体系 我们更希望 透过再职能的培力 让大家都成为全国的顶尖公务员 义务达人社会处 钟仪山担任灾害相关计划筹备以及执行人员 防疫暖心食堂 采购暖心物资及预理地震物资联系等事宜 卫生局张凯翔办理规划以及管理防疫专车 期间协助确诊者疫情调查工作 就与以及接触者住所安置 严谋团队部分为警察局 花园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 曾三队 观测县府一项重视的少毒少黑的工作 针对隐藏在社会黑暗处 强力扫荡 成果丰硕 维护花园县稳定享和的治安 记得继续换视频道